Hello 欢迎来到本期的UFO视频合集 这是我收集的从6月20日到7月20日的 一个月间的不明飞行物视频 咱们直接开始 6月20日在美国的缅因州 两架战斗机在追逐一个白色亮点 我们放大看看 这个亮点飞这么快 它又不是飞机 有些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 6月28日这个厉害了 这是美国的爱荷华州 当地的电视台KCCI报道的这一事件 说有一位司机在路上看到了这个亮点 在天空盘旋就赶紧拍下了 然后电视台向国会报告了这个事件 国会说只接受飞行员的报告 这 然后呢还是28日 美国的圣跌格线 有人拍到了一个亮着五盏灯的大东西 看这个轮廓不小啊 悬停在空中吧 这应该是 7月1日在法国马赛 有4个灯的不明飞行物 飞了一会儿消失了 和上一个比起来少一盏灯啊 7月4日 这个也是电视台报道过的 是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在举办一个活动 夜晚呢有烟花表演 但是当烟花放完之后 有人就发现两个混在烟花里的亮点 当然放的时候不容易发现啊 但是熄灭之后就比较眨眼了 一个很快就消失了 另一个呢以不太正常的运动轨迹 晃悠了一会儿之后也消失在了遮挡屋的后面 7月9日 在英国的一个村镇 拍摄者发现有两个东西在平行飞行 我们帮他看看啊 不太像是飞行器啊 气球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其实这些在天然飘的飞行物啊 有很多可能就是气球或者飞艇 这个很正常 我们大家要学会分辨这些东西 比如呢我给大家看看 我前几天在屏股拍到的这个不明飞行物啊 那什么东西啊 那哪啊 不明飞行物啊 绝对不是飞机 那是什么呀 不明飞行物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飞空艇呢 早上他没他没在飞 他就没停的 他在这停下不飞 一开始我不知道还是吓了我一跳 其实他就是一个气象监测飞艇 嗯不知道是不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啊 7月12日在家里待不下 嗯 加利福尼亚 这是行车记录一拍下的 在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橙色的亮点 是突然出现的 嗯 可能是陨石或者鲜花弹 不过他这个头还挺大的 7月17日又是一个明晃晃的光点 我们仔细看啊 它其实在移动的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然后诡异的是它就突然消失了 是不是很酷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乍一看不像是不明飞行物啊 但仔细想想还挺像 7月20日 这是拍摄于加拿大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萨里市 视频中是一个乌漆麻黑 又满天繁星的星空 感觉有点不真实啊 然后我们看见有一个小亮点 更加不真实 它快速划过镜头 判断应该是在很高的天空中 然后这个视频中 笼共是抓到了三次 但是因为太小 就一个点 我们放大了看 其实也看不太出来是什么 也许是飞虫 或者是高空UFO吧 但它整体这个星空的感觉 又不是特真实 你怎么看 最后再分享两个粉丝私信我达 第一个视频我们仔细看 像是一个小编队 飞行速度很快 我们把画面放大些 颜色调亮些 还是很像 飞的高度其实很高的 也有可能是一个碟形UFO边缘的光 再经过折射 遮挡 导致看起来就像是多个飞行物一样 第二个是在雨后的傍晚 有一个光影像是不明飞行物 在雨后的云层 在后面来来回回 而且这个光影 好像还有意的避开 云层没有遮挡的地方 不过这个我觉得也有可能 是从地面照射到云层上的光 是地面光源的映射 因为雨后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虽然我更希望它是躲在云层后的UFO 都有可能吧 好了 本月UFO视频汇总就这些 如果你有拍到不明飞行物的视频 欢迎分享给我 我整理到一起和大家一起分析 好 拜拜 拜拜